球體外觀隨時變化 內容多元 從光影再到表情 靠著120萬個冰球大小的LED面板 一切都沒有問題 這是拉斯維加斯Sphere 總建價高達約742億台幣 2023年才啟用 已經是知名地標 由於整座城市都能看到 平常廣告就要破千萬台幣 來到CES期間更是天價 選在全球瞩目的CES大展前 三星雜重金標下 拉斯維加斯的知名建築Sphere 來宣傳自家即將登場的發表會 不只包下球體跟招來漫威合作 顯示出三星對年度旗艦機的重視 奇異博士現身點亮拉斯維加斯的天際線 預告即將迎來全新的行動AI應用 成功在CES造成轟動 社群媒體點擊率破千萬次 其實新機在網路上爆料遭就 沸沸揚揚 外傳S24將導入AI功能 官方宣載美國大動作宣傳 加上這次發表會是在蘋果的後院 美國聖河系召開 較勁意味相當濃厚 蘋果鞏固高階地位 外傳iPhone16系列 新機將有6.9寸螢幕 是史上最大 更熟度支援WiFi機 波近期卻不被受敵 我們的鴻木生態的數量 設備已經超過 到現在位置已經超過7億台 華為執行長余承東發下豪宇 今年將超越蘋果iOS 成為中國第二大系統 果不其然 2024年第一周 蘋果在中國的銷量就驟降30% 完全被華為打敗 不只如此 股價還被微軟超車 都會全球市值王寶座 蘋果面臨美日韓大廠強勢競爭 如何突回對庫克充滿挑戰 三星人徐國昂方宇祥 美國拉斯維加斯採訪寶座